大家好我是時光發合的Able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一周標示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看完之後給個like和follow我們 你的like和follow是我們製作這些video最大的動力 最近我看了一篇ORIS Co-CEO Mr.Ruth Studer的訪問 這個訪問是在2020年 當時是歐洲疫情的高峰期時做的 Mr.Ruth Studer就講述了他對於奢侈品的一些感覺 他就說如果疫情過去之後 他覺得消費者對於奢侈品的看法 可能會有一些結構性的改變 他說以前大家都是追求所謂exclusive 即是專屬、獨享這些奢侈品的概念 但他覺得慢慢就會變成inclusive的luxury 即是交流和分享 因為exclusive一般都會令到別人很妒忌 因為你好像很演奢侈品 但inclusive代表了你和朋友一起分享一些美好的事物 聽完他這番說話 就令我想起ORIS在過去40年的發展 也很符合inclusive luxury這個概念 在上世紀的70年代 瑞士仍在承受石英危機的影響 ORIS本身都經過了很黑暗的十年 他們由這個年產量一百二十萬隻的 世界十大最具規模的中標品牌 當時機械碗錶的復興熱潮是還未來的 當時要堅持做機械碗錶很不容易 我記得當年有一次我去時間廊看錶 那裏有歐洲又有日本的牌子 但是全部都是石英錶來的 只有一個看上去有些復古的味道 蛇仔針、Pontadate 還有那個標罐很大 賣一千七百多元一隻 還有它的廣告口號是說 這隻是來自瑞士的ORIS 他們只是生產機械錶而已 我原本是因為那個天長地狗的廣告去買錶的 結果買了這隻會滴答滴答響的錶 過去那三十多年ORIS都默默耕耘 在這個機械錶的領域其實是做了很多事 讓我們簡單舉幾個例子 在2009年的時候 ORIS就發明了一個可以將潛水錶的錶關鎖定的系統 可以避免潛水員意外轉動潛水圈 令到他們的運作更加安全 在2019年的時候 ORIS就將這個拿了專利的系統 放在一隻可以防水一千米的專業潛水錶那裡 定價是港幣四萬一千八百元 2013年的時候 又將一個機械的潛水錶 加入了他們專利的一個深度計劃 定價是港幣二萬五千元 2014年第一次推出他們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機械 Caliber 110 這個是一個首上鏈的機械 有十日的動力 還有他們獨家的非線性動力顯示 在2018年的時候 ORIS就為Caliber 110的機械 加入了一個24小時的第二時驅功 這個機械就叫做Caliber 114 當時世界上第一次有十日動力 還加上世界時功能的管標 它的定價只是四萬八千元港幣 去到2020年 ORIS就推出了第二個自己生產機械的系列 就叫做Caliber 400 這一次他們的著眼點 就是希望有更加多實用的功能 這個機械是一個自動上鏈的機械 是擁有120個小時 相等於五天的動力儲備的 還用了一些直的材料 去做那個禽重的部件 所以就可以有效地避免 這個90%以上的磁力的影響 傳統的自動擺陀 一般都是可以左右擺動的 ORIS這個全新的擺陀系統 就只會單向擺動 它的目的是為了要減低長期的損耗 因為這個設計 這個新的機械 就可以提供十年的保養 以及他們的建議的維修期 也都是長達十年的 準確度也是ORIS的著眼點 這個機械的每天的誤差 是可以控制在-3和-5秒之間的 是比這個瑞士天文台 COSC的認證要求更加高的 今年剛剛過了那個日耐瓦的標展 我就留意到ORIS 就將那個CALIBURS 400 放進兩個主打系列裡面 其中一個就是品牌人氣最旺的 AQUIS潛水系列 ORIS做潛水標已經是很多年了 早向1965年的時候已經開始了 但是我覺得去到2011年的時候 當它推出AQUIS系列的時候 才是真正令到標迷留下一些比較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2017年之後的第二代AQUIS 因為那個標學就更加簽考 但是同時又保留了300米的專業防水 單向旋轉標圈 以及那些很強的夜光這些硬實力 所以就更加受到標迷的歡迎 今次將CALIBURS 400 加入了那個41.5毫米直徑的鋼標殼 以及還提供18K的標圈 或者你又可以選擇鋼的標鏈 或者是橡膠的標鏈 令到整個系列是更加完整的 另一款搭載了CALIBURS 400 就是我自己很喜歡的PROPILOT X系列 PROPILOT X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第一次出現了 那時候搭載了同樣都是我們自己設計生產的CALIBURS 115 這是一個扭空的機心 而當時那隻碗錶的直徑是44毫米 我覺得大了一點 今次搭載CALIBURS 400 就可以將標殼做到39毫米 是更加設合現在越來越變細小小的那個標殼的潮流 而我覺得與其說這隻是一隻飛行圓碗錶 我覺得它更加設合作為一隻Stylish的Sports Watch 型格的運動錶 因為它整體的設計都很modern的 那個標殼和那個一體化的標鏈都是用鈦合金去製作 那個顏色是很酷的 而且亦都很時尚 標購的設計是仿效飛機的安全帶購的 非常之穩陣 顯得出Oris是花了很多心思在那裏 看看這隻標 那個標圈是有滾花圖案的 我覺得是很有特色 因為很少見的 配合那個擁有胡堅船入式的特別大的標棺 整體來說是很有運動的感覺 那個標面是有三種顏色去選擇的 最搶眼的一定是那個Pink Color 就是我們所說的三文魚色 但是我自己最喜歡那個很特別的藍色 又或者是那個深灰色 我覺得是令到這隻標是更加有內涵的 整隻標的打卡位 麻煩將這隻標轉到標背後面 Oris就將Caliber 400的橋板和寶石 就設計成為他們的吉祥物 即是那隻熊仔的笑面 就是這一點就已經令到我對這隻標一見忠誠 Oris近年是非常之注重環保 以及提升企業形象的 在2022年的時候 Oris就宣佈他們已經成為了 這個Climate Neutral的企業 即是說整體的運作和生產 都可以對環境不會造成任何的破壞 同時他們也都開始在瑞士和世界主要城市 開始他們的主題旗艦店 這些主題旗艦店 裡面都有他們的Oris Bar和Oris Launch 這些都是一些非常舒適和親切的環境 香港當然也有Oris旗艦店 我們還有機會去聽聽香港和澳門區的主管Anthony 他對於Oris在香港未來的大計 在我旁邊這位Anthony大哥 就是這個標行裡面的一個非常重量級的人物 我17年前第一次去Passo就是他大學 今天很高興來做Oris 開新店 Anthony可不可以告訴你 為何向這個這麼挑戰的經濟環境 為何來這麼看好 戴好友 2018年Oris開始轉變品牌的定位之後 其實它每一個世界各地都很高興分別 不過只不過我們當中之前有些社會運動 很多的因素 令到韓國 剛剛適合這個時間 亦都有這樣的位置 所以就在油麻地旺博這個地方 我們當然感到這個規模一點 Oris基本上在這麼多年 我想七八十年都是主要買給本地人的身體 所以我們特地選擇油麻地王國 這些比較貼地的地區 可以選擇這麼專門的地區 就不可以在中央或者芝拉隊的地區 因為我也是在油麻地大 所以很有親切 那你可不可以和我們的觀看 Oris其實有什麼好觀看 是我們可以留意一下的 有些便宜的比較漂亮 我想要繼續留意著 Kalabur 鋪巴勒的400 跟著Arkurs的400也要留意著 因為Arkurs的400 跟著會有很多變化出來 我也是喜歡Propiler的那種 我想問多一點Propiler 現在它有三種顏色 那你接下來會不會有更加困難事 暫時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 但有一件事就是 Propiler的115首 去年要買就要趁手了 哦 快要停打了 不可以這麼說 是很少量的生產 有客人以3月訂到現在 錶都未到 現在是8月 如果真的要等 Propiler的115便要快 OK 收到 恭喜你 新店開張 謝謝 生意希望 謝謝 Aurus有一句口號 Things must make sense 我們做的一切必須要合理 我們看到上面Aurus 所堅持走的機械時計的道路 和它們將一些很實用的功能 用一些很合理的價錢 帶給標迷 所以我覺得 我們都應該對Aurus這個品牌 多一點注意 好了 今個星期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 ر stadium Р組隊 我們到 再進一步 電"; 在 電腦 開 在 我們 進一步 看 是